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 以及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 就有兴趣的朋友 稍稍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读报的时间 好 德国之声 富士康向员工道歉 苹果派人住场 发生暴力冲突一天之后 富士康发声明承认 发生跟薪酬有关的技术性的错误 向员工道歉 表示尊重想辞职的新员工的意愿 苹果表示派人到郑州的园区 来了解情况 技术性的错误 这个说法好像很简单 当然这里面来讲 工人这种当局对信息的严控 在工人中造成的错误的印象 就是如果他们感染的新冠病毒 后果很严重 所以有恐惧 再加上呢 就是后勤管理 包括有关的所谓的技术性的错误 就让大家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暴动 这个说法 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 那么会依靠打零工 谋生的人带来影响 这里面呢 就讲了 大企业应该在经济力和员工 基本权力中做出选择 搞不清楚 这个公司 这一次的两天的这么一个暴力冲突 会给公司的生产带来什么影响 但富士康说 十月底会恢复全面生产 英国BBC 那么谈到是平行宇宙的现象 一边是风控 一边是世界杯 中国网民的平行宇宙 就让人家感觉有点荒诞 中国的媒体啊 还有社交平台 对卡达尔世界杯的关注度很高 但是中国持续的新冠疫情 风控 尤其是不同的运动场 这边的环呼血液 这边呢 睡着变得放长一夜 它讲得好像是个平行的宇宙 那么 世界杯的球迷 在卡达尔没有口罩和防疫管控之下 享受了比赛和欢热 让中国网民呢 可能对自己国家现在的严格风控 有很多的不满 再加上了中国足球不争气 结果呢 大家就觉得日本可以 沙特可以 为什么中国你就不行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称巴亚洲走向世界不复存在 而且看到中国足球队员的肚子 那个肚子跟杨锦丁一样多 他们更加的不高兴 那么 风控来讲 这个产生了一个好像不在一个 同一个地球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也有谈到了这个 时问的问题 也谈到了新浪微博有关这个 两个运动场 这个显然天差地的一个想法 那么现在他们也谈到中国动态青年 好像看不出有马上中介的印象 那么这里面就讲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当然这次的世界杯是最具有政治化的 也除了伊朗队进唱国歌 还有呢 德国队是哪个队啊 风口 这些东西都表现了 英格兰的也表示对 这个彩虹社的这种反对歧视和多元化运动 提供这个信用方面的东西啊 看来也有些这个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德国之声谈的是 大陆的疫情 这一切今天呢 其中的主要是 讲了对大陆疫情防控的 这么一个疫情的反应 这标题也很爽动 叫病毒不听党的话 那这个要讲了 就是疫情爆发就三年来最高峰 与此同时呢 民间的严苛的清零政策 不满也在一日俱增 中国的防疫政策要向何处去 德国话语的主流的媒体也都说话了 法兰克户报 法兰克户汇报 今天的评论认为 新外疫情来中国的发展足以显示 新冠病毒不听习近平的指挥 清零战略的局限性也已经暴露无遗 这文章呢叫做 北京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 当今的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胆敢声称 他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 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那这里讲了 中国新冠疫情奥密克隆 也同样在处于一种 唯心所欲的迅猛的传播 那么遇到了一个坚持 清零政策的一个政府 而这个清零政策的推着 时间推移 病毒的变异 已经走向了极限 这个极限 那么也有呢 蓝德一之报 也有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过去几周出现了工人抗疫 还有小区抗疫的问题 可能以后会变得更糟糕 武汉在三年 就是新冠病毒发生三年以后 现在在北京上北上广山 现在又开始托坐起来 那么很多人的愤怒情绪到了极点 到了极点 那么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尝试跟病毒共存 但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动态青年政策 采取停摆群体检测 以及隔离的措施 没曾想 二十条 这一落地的 就马上出现这问题 大家解决呢 放宽 黄疫政策的希望 可能化为泡人 亚洲自由之声谈到 中国疫情传播加快 感染者已经突破三万人 当然在香港来讲 每天的八九千 也是很平常的事 那么现在要封城的问题 有些城市 现在已经封了很久了 讲到了郑州 也要封城 讲到郑州的富士康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卫健委网站说 就昨天说 过去一天 新增超过了三万中的 新冠本土的病例 达到了三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中 这个事情呢 看来广州 石家庄 很多地方还执行严厉的封控措施 有一个数字说 两年的疫情消耗了 十四点七万亿的卫生费用 三年的核酸筛查 一百一十五亿次 但是还是没办法控制疫情 人民日报呢 又昨天那个评论 又中阴 不知道是什么阴 中阴 中阴又写了很多文章 很多文章 那么讲到了 就知道中国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部分地区的蔓延加快 环弹风险加大 要求确实坐实 事早要求 以快自快 尽快遏止疫情扩散 蔓延的情况 看来还是想原来那套 美国之音 谈到了驻中国的一些外国媒体记者 就讲到批评 北京的中央防疫政策不清 北京时隔三年又疯了 讲到北京 那么一些驻华记者 都隐现了今天北京的萧条轮 这个街头 没有人的街头 让人想起了2020年 刚刚疫情爆发的情况 观察人士在认为 北京这种缓缓封闭 却不宣布封城的做法 可能是中国当局相互矛盾的 疫情管控的指令而所导致 那么这里面虽然是没有宣布封城 但是越来越多小区 都围上了两米多高的围栏 还有等等的东西 英国的广播公司 驻北京的记者 就是BBC驻的麦迪文 他说朝阳区 对将近300个小区开展了 长达三天的封闭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驻北京的记者马静 他认为 当下的北京 让他想起了三年前 疫情刚刚爆发的氛围 经济学人的北京分社的社长 任大伟 他说晚上十点半的北京 就像凌晨三点 每辆公交车都是空的 每条街都方无人烟 那么对这个问题 当然北京人民 还有居民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么一个不满的情绪 专家认为 北京地方到目前的做法 可能是中央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 十多天前二十条颁发 但是很快各地的疫情有反过 史中汉 加州大学的教授 我相信有内部的命令要求 不得搞一个盗窃 也不得让病毒扩散 这给干部们制造一个很不可能的情况 世界性能往焦点放在北京 北京防疫两样情 架设铁皮 还有呢 倡议 揽意 揽意 在家隔离 铁皮 很多 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社区的小区 有不少的这种小区 旺京啊 什么地方小区 有一群主户 组成的一个东湾 东湖湾妈妈群 倡议 小部分人的呼应 就是不隔离 接力的环想 在中国网路上方船 支持很多 我们就不去和方舱议员 我们自己隔离行不行 签了很多保育所 当然 网管很快删掉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做法 《纽约时报》 也是谈疫情 看到疫情和高压的风控措施 所引发的抗疫和捎乱 中国的清零政策 引发大量的不满 抗疫和捎乱 接连发生 在挑战习近平的防疫政策 郑州 大家说话 大致广州海珠区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 零零星星的出现 广州海珠区的湖北村 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当然郑州也不得了 那这里面他认为 这些捎乱 对于习近平 获得第三个历史性任期后的 治国理政构成了考验 也凸显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走出 新冠风控时代 这个政治问题的紧迫性 是政治问题 那这里面对习近平来讲 这些骚乱对他的一个呢 就是非常紧迫的一个政治问题 当然技术问题啊 或者苹果日报 他就有一个说法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困境 是习近平本人造成的 中国一直坚持严厉的 动态清零的政策 目的是要消灭 新冠病毒的感染 虽然目前国内的疫苗接种 已落后世界其他地方 三年来一直在宣传 大力的严厉的风控 变成是保护生命的无一办法 那么大肆宣传 新冠疫情在其他国家 造成了很多很多严重的后果 美国是经常被拿出来 算了一个例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开始提出疑问 这种风控是不是必要的 当然在里面又谈到了习近平 习近平是中国几十年来 全力最大的领导者 他用严格的审查制度和严厉惩罚 是批评者晋升 那么就整个中国人公开表达不满 就变得引人注目 广州也谈到了地方政府的防疫资源 现在又开始就不行了 人们对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 导致医疗沿路致死人死亡的病案 报道也感到很愤怒 这里面就谈到了 在李文亮一个叫李宝亮 李文亮发出的东西 就是到底有一个人的评论 到底是什么的剥夺人民的生命 真的是新冠病毒吗 华尔街日报 中国经济复苏是阴云笼罩 因为创纪录新冠病例 这个数量多引发了很多地方的更严格的风控 那么中国政府这个来讲 这多地的大规模的风控 可能再次给全球供应链带的不确定性 给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 他认为这个严厉而广泛实施的措施 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在新冠三年之后 中国它的领导人 并没有为持续的重新开放做好准备 即便其他主要经济体造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的新冠相关的限制的措施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如果再继续的进行毫不动摇的动态清零注册 很可能就意味着在欧美经济缓缓的情况下 世界没有办法的指望中国成为增长的火车头 好了纽约时报也谈的问题 这是一个杂技 远离中国的铁拳和清零 理论离开了中国就能够彻底摆脱中国对你的影响吗 当今中国海外的监控的手越伸越长 即使你身在海外 你表达哪怕温和的政治意见也不再安全 另一方面很多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清零 但是对网络上的团体很多痛苦感同身受 特别谈到了中国所谓的在海外的派出所的问题 也谈到了留学生被监控的问题 也谈到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亲人的遭遇问题 那么有的留学生的回复以后 马上就被网络前进喝茶 交代这个推特的内容之无此类 他担惊受怕 那这里面也谈到了留学生的政策 那么海外的这没有问题 海外华人这一年来基本开始了后疫情生活 但有时候看看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关于疫情的一些言论 大家有种爱慕能助的同情和痛苦 到了法广谈的也是疫情 中国在清零政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中国的疫情以及管理继续得到法国世界报的关注 也就是驻北京的记者纳梅特和另外一个记者叫罗西尔 共同写了文章说 中国的清零政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中国再也没有办法走出新冠清零这一个严苛的政策了 他现在断论 但这个不是说封城的封城已经远远不是北京 疫情三年了将近三年 中国的新冠病情清零的政策走进死胡同 现在每天有将近三万人的感染 比上海封城期间的四月五还要多 那这里面引用了日内瓦全球卫生研究所的所长安托尔弗拉豪特 说在2020年年底的疫苗问世之前采取清零战略是非常合适的 由于这个政策中国关闭了边界 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台湾等地方也同样关闭了边界 从卫生和条件看来说 这个政策很成功 病例很少 死亡率很低 封城的天数很少 学校停课的天数也很少 比欧洲国家少得多 但是2021年年初疫苗问世让形势变了 采取新冠清零政策的国家给民众接种疫苗方面启动的比较慢 或者很慢 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很少面对新冠死亡的情况 但这七大国家不一样 民主国家告诉了民众 如果你尽快接种疫苗的话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放边界 这就让澳洲新西兰特别有效 特别有效 这在国外很快有非常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 因为疫苗接种率很高 所以澳洲还有新西兰很快的兑现了承诺 逐渐的重新开放的边界 那这里面澳洲新西兰并没有因为开放边界 而出现疫情爆发的现象 谈到了奥米克隆 奥米克隆以来就发现如此之高 香港是疲异奔命 香港是新冠清零政策的追随者 同时又希望走出新冠清零的政策 香港死亡率上次主要是老年人的疫苗 接种的覆盖率非常低 在中国大陆当然也一样 世界报的文章对于疫情的走向 他认为中国当局也很悲观 因为刚刚下令各个城市加快医院的建设 重症监护病房的城位床位要增加10% 也得间接承认新冠清零政策不会很快就结束 因为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很痛苦的 好了终于不谈清零政策的利弊 来谈谈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这是法广一篇专稿 美国沙特关系紧张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迅速的靠近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首届的峰会在12月初开幕 中国在迪拜的总领事馆宣布这个消息说 峰会旨在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北京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步骤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强化跟阿拉伯国家 以及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海湾国家的关系 当然海湾国家同样是中国的强大的对头 美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谈到了美国和沙特的关系 谈到了中国对沙特的长期的一些经营 中国好歹在阿拉伯世界 在阿拉伯半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且正在深化 加拿大新闻网 昆明法院庭审变得阶审 没有办法因为疫情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法官席地而作作案 这个引起了很多争议 这就不说了 这没办法 那这样是不是依法治国 大家有多说法 好了 法管还有另外一篇文章 习近平讲话 拜登专注的倾听不实低头记录 这是人民日报有个专稿 把拜登写得很不堪 那么现在人民日报还有一点沉醉 在习败后的花絮之中 人民日报写了很多 很多这样的强调了 拜登是一六小跑进场 主动跟习近平握手 这个万国来朝 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跑步的问题 谈到了他认真听听习近平的讲话 布什切亚台做这个也把训斥 特鲁多也做了一个画面宣传 当然这个说法来讲 当然外面是反应跟国内的反应不一样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连续两天大规模大面积的 郑州富士康厂区的暴力抗争 居然被富士康一句轻描淡写的 技术性的错误给激激地敷衍过去 早知道一万元人民币能够平息和打发 又何必如此呢 资方和政府联手大动干戈 在国际舆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呢 一万人民币买安定 没有 舍不得花这个钱 第二 伴随疫情防控各地出现了零星的抗命 以及社区自救自保 积极地抵制 毫无法力 根据了陆户消杀强制隔离的行动 这种不约耳同合情合理合法的个案 逐渐增多呢 就其实是民间社会自救自觉意识的提升和表现 那么也是对日益不合时宜的动态清零政策 一种倒逼 也是一种呢 民间自觉的纠错纠偏的一个调整 当然如果当局继续一无一意孤行 或者采取更加决绝的手段 官逼民怀的概率以及强制性的隔离 而付出的成本 势必也成倍的增加 这是对执政能力一直即时的检测 大面积的加建 方舱医院对疫情的走向 当然法国世界报也告诉我们 各种城市医院的加建 方舱医院的兴建 重症监护病床的增加意味着 新冠政策 新冠清零政策 不过很快的结束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对民众的控制能来有效 能来有效 大规模的这么一个群众运动的抗争运动 发生的概率不高 等病毒传播力下降 和新的治疗手段出现 再给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 体面的转移上下台 可能是中共一贯的作法 当然我这里也注意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我刚收到了一个段子 不是段子 上海著名的一个导演叫胡雪阳 写了一篇文章 他感到这次一场变异的病毒 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所有的特征都具备 比如说第一 地方各级政府滥用权力 权力失控党群对立 第二 政策相互的矛盾 切花科学医技 水平低端低级 第三 挑动群众斗群众 帮派恶患 遍及全国 第四 荒唐卑鄙事件 层出不穷 造成广泛的伤害 社会各界的怨声载道 叫苦连天 悲剧重生 第五 经济堕落 滑坡 民生 艰难 穷困 第七 政治挂帅 无限上钢上见 钢体募章 常识常理 常情消亡 第七 运动式处理 任何事 横扫一切 次以反对生 这好像跟文革是一样 能不能体面的转下台呢 来说 最后一个 人民日报 习近平主席的G20时间 行大道的中国 有关习近平讲话 拜登倾听而低头 做笔记之类的花絮 在国际社会上 事实上成了大笑话 这样的描绘 把拜登写成是 金正恩身边 那些低头的笔记本 记录领袖金句 这个想 其实这样的描写 没有办法凸显 习近平为世界 为中美关系指名方向 规定轨道的英明伟大 英勇神武 我认为这是很拙劣的 政治语境 国内的受众 不会相信国际渔情 都把它当笑话看 建国七十多年来 党八股 从来没有像今天 滥伤的这样 没办法节制 真是可笑可叹 希望中心部换 那能不能真的改变 这一种文风的 继续放任之流 我不太各乐观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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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到处说